一个银色管状爆裂物从天而降 前排民众发现立刻大喊 听到声音岸田惊恐的回头一看 接着一名保安特警冲上前去 打开防弹公示包 并推走岸田文雄一行人 幸好没有造成伤亡 然而这短短几秒钟的惊险画面 可以看出当时嫌犯距离岸田 大概只有十公尺 也让外界质疑现场为安是否不足 岸田当时抵达现场 还与多位民众亲切问候握手 展示毫无距离感的亲和力 但日媒揭露参日首相演说民众 不需要接受安检 也没有限制参加者身份 其实安倍前首相遇刺后 日本已经加强警备措施 但安倍遇刺不到一年 现任首相又在公开演讲场合 受到生命威胁 显然为安加强依旧不到位 而G7外长会在清景则登场 下个月还有重头戏广岛 G7领袖峰会 在这个节股宴发生这样的意外 民众人心惶惶 岸田则保证会层层加强维安 三位とはじめ世界各国から 要人が集まるこうした日程においては 日本全体として最大限警備安全に 努め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清景则的G7外长会现场已经升级 仅被危安 亡羊捕牢 避免日本尾压疏漏 再度成为全球焦点 记者离境综合报道